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林传媒董事长施维权施董 大家好 另外丹章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伟岳教授 大家好 还有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何荣好大家好 好最新的国际局势 马上在一开始带您来关注的也就是伊朗 他们的首都德黑兰 还有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附近 26号的凌晨星期六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光是德黑兰现在就传出至少有六个地点传出了爆炸 那么以色列方面军队也证实 他们已经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作为回应伊朗几个月来连续对以色列袭击的反击 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兰特更是撂下了狠话 他说轰炸完伊朗 全世界就会看到以色列军队的能耐到底是如何 美国前CIA的局长布瑞南向NBC表示说 伊朗如果现在接下来要回击的话 恐怕选择不多 因为伊朗先前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已经耗尽了伊朗的军事资源 现在如果想要在以色列境内再造成破坏 恐怕能力上是相当有限 但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首先想先请教一下施董 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timing上面 以色列似乎是抓准了一个没选前的战略空窗旗 刻意选在这个时候攻击伊朗 而且连叙利亚也把他们拖下水来 就是料定了美国现在对以色列是无可奈何吗 您觉得 其实这次攻击行动之后 很快的美国官方就有不具名的官员公开的一个表示 他们说这次的攻击行动 虽然美方没有直接参与攻击行动 可是是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的 美国鼓励以色列异 三个条件发动这个攻击 一个就是低风险的攻击 第二个尽量不伤害到平民 第三个表示说美国事先知道 而且是同意的 因为布林肯最近才去了总统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美国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们事先知情 而且是双方合作 即使美国没有实际的参与到这次的一个军事行为 那对于这一次的一个成效 美方公开的一个评论说 这是一个广泛的精准的一个攻击 因为整个攻击的目标有两大点 一个是针对 就是伊朗的飞弹制造基地 另外是对它的一个整个的防空的防卫一个系统 美方也很清楚的表达说 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要遏制伊朗后续攻击的能力 就是说它要降低它的武装行动的一个能力 而且要提前的遏制 它可能发起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美方期待说 这会将是一连串 双方你我往来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终点 所以您觉得伊朗下一步还会再回来吗 我觉得你正式的军事行动 没有能力发起攻击 因为的确你的飞弹设施 你的防空系统等等都遭受攻击 但是在惯例上 在传统上我们都知道 正式的军事行动不行的话 那就打游击 不能打游击的话 我们就是武装 就是恐怖攻击 所以这并不代表说 这次的行动就会如同美国跟以色列预测的 或期待的是一连串交锋的一个终点 我觉得这未必 因为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冲突 还是有可能用不同的形式来展现 事实上这一串的冲突来自什么 来自以色列对于 譬如说黎巴勒 曾祖党的领导者的暗杀 对哈马斯领导者的暗杀 还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的暗杀 你看那个革命卫队 在伊朗是一个合法的武装力量 它有一些国防情致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一些领导人都在伊朗境内 然后你以色列暗杀他们 你现在以色列可以暗杀他们 过一阵子 你说伊朗的现在已经没有飞弹了 没有防空系统 它也可以有其他的恐怖攻击行为 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一个阶段性的 比如说有助于拜登政权 在美国境内 或在国际政治上深化的一个提高 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一连串 双方冲突交锋的一个终点 你听到以色列防长Gallant 他这个料下狠话 他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 在这一波轰炸以后呢 以色列的能耐全球都看到了 确实我们看到了 可是那以色列也不要低估了 伊朗接下来有可能 透过不同形式的方式来回击 当然这是不乐见的 因为中东的局势肯定是不安的 好 那在这个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前呢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 国防部发言人 在23号 他们很突然地就公开邀请伊朗 在鸿海和阿曼湾要举行 双方这个联合军事演习 而且彼此呢 还互相邀请对方参观各自的军港 这个邀约最特别的是呢 过去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冲突之一 就是沙特啊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这边 支持叶门政府军 和伊朗所支持的叶门叛军青年运动交战 而青年运动呢 就是现在呢 威胁红海航运 还有以色列的主要力量 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啊 这个过去是剑拔弩张 在2016年两国断交 2023年3月 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当然这个恢复外交呢 中国大陆是着力甚深的 那最近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又突然看起来 好像手牵手起来了 那文教老师您觉得呢 这个要办联合军事野袭 还互相参观军港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 背后的盘算是什么 您觉得 其实呢 他们之前 当然就是您所讲的 是有这个所谓的不共戴天嘛 但是在2023年4月6号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促成之下 他们就建了交嘛 那其实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 那时候纽约时报 特别做一个专栏啊 他说 其实呢这个 显了意见 他们的建交意味着 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势力 四分之三的势力 是主要的 现在已经变成 不是主要 而是让中国 也进来这个所谓的中东 被削弱 削弱了 因此我想 这个其来有之为什么他们会 透过这次的这个联合的演习 那当然有几个考虑 当然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说 其实他们也是中东的主要的 骑手 不是被下棋的 所以 在中国可能在幕后的一个支持之下 那当然 他们两个就要进行军演 那军演的目的当然就是要维护 他们区域 这个安全与稳定嘛 因为毕竟他们不希望 这个中东受到以色列跟这个 他们的一个冲突 然后造成这个 整个中东的一个乱局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还是提到就是说 有关经济利益 跟他的这个航运安全 因为毕竟呢 鸿海是这个 是个沙奥地阿拉伯 他石油的一个 主要出的一个 一个进出口嘛 那那个 这个有关阿曼湾呢 却是这个伊朗 他的一个主要航运的 一个主要的 一个运输空道 所以呢 他们的联合军演呢 其实也在维护 这个航道的安全 然后降低战争风险 来保障他们的 经济利益跟石油的利益 那当然最后一个部分 就当然讲到 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平衡 因为既然这个美国的 这个在中东的影响 已经降低了 那如果一旦呢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跟这个伊朗 他有中国的一个支撑在 那自然而然呢 他们就会占成两 就是也是等于 美中博弈之下的一个 伊朗跟沙奥地阿拉伯 他们之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磨合 那一个合作之后呢 我想他们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是美国 中国 伊朗跟沙奥地阿拉伯 其实都是在中东 这个局势底下的 共同的起手 而不是谁是起手 谁是棋子 我想他们的战略目的 凸显在这里 现在沙奥地阿拉伯 跟这个伊朗之间 我们说关系缓和的 看恐怕最担心的 大概是以色列 不过以色列大概也 肆无忌惮了 因为他现在对于这个 中东地区的国家 他可能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说到这个以色列攻击 伊朗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确实造成了全球 非常高度的关注 因为担心的是 接下来所引发的效应 而且就在发动攻击的前夕 大家记得的话呢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才表态说力挺伊朗 习近平是在10月23号 就是前两天 在俄罗斯喀山所举办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和伊朗的总统 佩泽西齐阳见面 他也表示说 伊朗是具有重要地区 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也是中国的好朋友 跟好伙伴 在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背景之下 中医关系的战略意义 更加凸显 无论是国际和地区形势 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会毫不动摇地发展 同伊朗友好合作 那习近平才刚讲完话 以色列就发动对伊朗的攻击 这摆明就是 不太给中国大陆面子 纳坦雅胡是故意的吗 张老师觉得 我想第一个 纳坦雅胡 基本上都不给拜登面子了 怎么可能会给北京面子 这第一个 因为拜登政府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不愿意在选前 事端扩大 可是纳坦雅胡因为自己的 独特的内政商的考量 抓住这样的认为是难得的战略机遗期 所以逼得美国大概不得不认可 你去看美国方面大概可以很清楚 从联合国大会里面 美国大概总共行使了 大概86次的否决权 一半以上都是为以色列在投的 就换言之来讲 最新的这今年4月份 巴勒斯坦监国也是一样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当中 很清清楚楚的 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作为 大概美国你很难去反对 但是你说美国他们是正面看待 我相信如果是正面看待的话 对我们看到布林肯也好 这么多人就不用喷波了 第二个我们看说 看以色列的问题 跟伊朗的问题 就存在什么概念 基本上这也是美中 一个全球大国的博弈 我们问大家 在中东地区里面 最亲美的美国的核心利益是谁 当然就以色列 一半的否决权 都为了它一个国家在投的 那在中东地区 最完美的大国是谁 当然就是伊朗 所以很清清楚楚 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 基本上也是美中之间 在有关于中东地区一个 就算他不是一个代言人 他也是一个博弈角色的 这样一个所谓说影的 所有人都有影子 对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大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伊朗的问题 这一次为什么跟习近平 在客山见面 因为伊朗这几年来 它不仅是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 那今年它也参加了 所谓金专的国家 那这两个新的主要的重要的国际组织 一个是经贸的 一个是安全的 当然北京的角色是日益凸显的 那第二个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扩大 其实倒不取决于说 伊朗怎么样来报复以色列 而会不会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动 就刚刚像陈教授所讲的 而对于所谓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影响 因为伊朗的角色是什么角色 它有两个重要的一些 大家很关注的 第一个 由于它所谓的握住这样一个所谓红海道 雅丁湾这样一个所谓的 重要的海峡跟航道 因此全世界有12%的贸易 都要经过这个航道 全世界有30%的货柜船 都要经过这个航道 因此对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贸易的 运输问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果是伊朗的问题 这个地缘政治变动大的话 那第二个 那河姆兹海峡又是中东地区 石油跟天然气 最往外运输重要的联动 所以我们之所以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 倒不是以色列跟伊朗两个怎么打的问题 而是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变动当中 对全世界的能源 对全世界的运输 会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波动跟影响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很显然的 那美方方面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也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扩大 那中方当然也不希望这个问题来扩大 老师您点到关键了 那我请教您 您觉得后续这个事端要如何才会不致扩大 我想说当然大概美国 大概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那当然就要看第一个 看选举总统结果如何 看谁选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当然我相信 那纳坦雅胡利用美国 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时期 就算是美国总统是选出的川普 我都不认为说 纳坦雅胡在有关的大选过后 他还可以在有关的中东问题上 采取一个绑架美国的自义妄为 他现在基本上是吃定了什么 吃定了拜登政府的 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 很显然川普是比任何的 所谓的民主党 更加对亲以色列 川普是所有美国总统 两位候选人当中 对伊朗是最佳仇视的 所以大家都听一听 7月13号 当川普枪击案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想 那是不是伊朗派人来暗杀的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那拜登是会选前 被以色列这样一个纳坦雅胡 不能说是绑架 也是软性的这样一个勒索 我相信他有他的原因嘛 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这个是会让民主党成为 最后一根外在因素的稻草嘛 如果选举结束之后 我倒不认为说 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 他还可以所谓采取进一步的 所谓积极性的一些攻势 那这个问题不要说北京 中东国家 我看美国也不会允许 纳坦雅胡最近的这个动作 尤其今天发动对伊朗的攻击 感觉上好像是在帮川普助攻 最近川普的民调上来了 川普最近是逆转 超车了贺锦丽 如果我们说美国总统大选 剩下最后不到两个礼拜就要投票 现在好像是球赛 进到了九局下半了 那现在川普超车 而且川普在日前 接受了保守派电台主持人 叫做Hewitt 他的访问的时候 在这个访问当中大批贺锦丽 他说如果贺锦丽赢得大选入主白宫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把贺锦丽当成小孩一样来修理 更表示说这一切就会像是 西洋旗的大师 对上一个菜鸟新手一样 他也批评贺锦丽 懒惰是个愚喘的人 智商低像个小孩 而且嘲弄式地问贺锦丽是不是有吸毒 你可以发现川普真的是 鱼不惊人死不休 以上言论当然就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Trump is back 就是川普的又回来了 大家所熟悉的 非常尖酸苛薄的 最近民调确实是给川普不少的底气 我们来看一下民调数字如何显现 华尔街日报做的全国民调显示 川普现在是以47% 领先贺锦丽的45% 这也是第一次 偏民主党媒体做的数字 是川普领先的 Fox News也呈现川普逆势超车反弹 那么以50领先贺锦丽的48 在关键摇摆州的部分 各家民调普遍显示 川普有希望拿下三到四个摇摆州 我们最近看到贺锦丽不管在空站 在地面站 在组织站上面 都几乎都没有办法打得很好 好像有点 在最后剩下九局下半了 遇到了乱流 那原因是什么呢 继续请教张老师 我想当然第一个 我们看很清楚 从贺锦丽被提名之后 第一个 她的募款的金额 第二个她的民调 快速地攀升 但是从贺锦丽开始跟川普 面对面地开始进行辩论之后 要接受各个美国媒体的 直接而且是尖锐的这样一个挑战 她完全是徒穷必尽的 你基本上她所凸显的出来是什么 第一个 从她过去的重生 经验当中只有三个工作 一个是加州的检察长 一个是参议员 一个是等着总统不在的时候 才有意义的副总统 所以她从来没有一个丰富执政经验 要不是因为7月13号 发生了枪击事件 也没有人认为说贺锦丽 有可能取代 变成是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让她面对这样一个 有关与国政的问题 她怎么样来补强都是不足 那她采取一个所谓的 闪烁的摇摆不定的这样态度 那更加凸显跟川普当中一些差别 第二个大概很清楚的 就我们看这场选举当中来讲的话 真正影响到这场选举 最后胜负当然不得而知 但是主要应该是几个 第一个大概是关键摇摆州 所以我们觉得说 看美国的选举来讲话 理论上你看美国的这种民调 是没有意义的 只要看七个关键摇摆州 谁胜谁护 这七个关键摇摆州来讲的话 它总共掌握了93张票 那根据2016 2020 乃至今年2024 大家一致认为 谁能够在这七个关键摇摆州 掌握了这样一个票的多数 谁就选上美国总统 跟美国的民调完全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别 否则我们就无法结束说 2016年川普比 那个严格奖 比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蕊 多了将近300万票 他严格奖 少得上百万票 他还是选了美国总统 这个真的是全球罕见 很多人用2020年做个比喻 2020年这七个摇摆州 跟现在一样 都处在一个民意调查里面 难分宣制 我们常常讲说 2020年美国的大选 拜登虽然赢了川普这么多 但七个关键摇摆州 川普只赢了一个州 拜登赢了六个州 但是我们大家 那川普总共输了拜登多少票 他只输了38万张票 那38万张票 因此你可以想想 美国是1.5亿人 只有38万的人 他决定那场选举的结果 那很多人甚至做得很极端 因为川普总共拿到了232张票 如果你把这七个关键摇摆州 他们讲说有几个州 第一个乔治亚州 第二个亚利桑那州 第三个威斯康辛州 第四个内华达州 这四个州 拜登赢川普赢了多少票 他赢7万票 把这7万张票 本来投给拜登 改投给川普的 川普就可以232加43 就选到美国总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因此最后这一场选举 你看美国总统的选举 大家对于什么 贺锦丽虽然严格讲是有期待 但是不乐观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你看这一场选举 主要的政策主轴 选民最关心的 第一个经济议题 第二个严格的移民问题 这两个议题 贺锦丽都略输川普 但是在堕胎问题上 贺锦丽是赢过川普的 因此贺锦丽先蒙打两张牌 这两张牌有效没效 还不得而知 第一张牌就希望今年的新的选民 能够出来投票 所以他大量找了什么 大量不管你可以找泰勒斯 找了碧昂斯 这些大量的明星 最新的是碧昂斯站台 第二个 他也知道说经济议题 是不如川普 知道选民这样 所以最近你看 2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斯蒂里格斯 他率领的 他共同背书的贺锦丽 希望说认得川普那一套是不好的 所以这样一个名人的诺贝尔经济想23个得主的经济牌 跟碧昂斯 泰勒斯的青年牌 能不能在最后在关键摇摆之后能够发挥关键 这里就决定什么 这里就决定所谓的贺锦丽能不能胜选 那是只有一句话 我相信贺锦丽这场选举当中 最后能不能胜选 我们只要观察一个 这一场选举我常常讲 不是贺锦丽跟川普的竞选 到最后一定是 喜欢川普的人 跟讨厌川普的人在做对决 我觉得贺锦丽在这场选举当中 她是没有角色的 因为以她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当中 是没有角色 所以最后决定美国这场勝負 就七个关键摇摆中 到底喜欢川普人多 还是讨厌川普人多 我相信贺锦丽在过过程当中 她是角色不凸显的 川普跟贺锦丽都在抓摇摆中当中的摇摆族 因为还有一些选民 是现在仍然没有决定 他们要投给谁 不过最近媒体的风向 似乎也有点改变 就连比较挺民主党的CNN 也看不惯贺锦丽最近的一些表现 像是画面当中这位CNN的女主播 也是女主持人叫做Bash 那么她就是在贺锦丽面对 媒体第一场专访的主持人 最近她就说了 她认为跟她谈过话的民众 告诉她说 如果贺锦丽现在的目标 是要搞定那些 还没决定投给谁的选民 这些选民告诉他们说 他们真的觉得贺锦丽 实在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面办到 NBC则是报道说 那么如果川普到时候 过早自行宣布当选的话 这会给川粉们发出一个讯号 就是川普已经赢了 任何选举日后所计入的选票 都有问题 现在在全美国51个选区 超过2.3亿的选民当中 根据最新的报导是 已经有大约2500万选民 已经完成了提前投票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万一 是万一 川普最后他落选了 这美国会大乱吗 文贾老师 我想从那标题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川普选举的十拿九稳 刚刚这个张老师 你也觉得他十拿九稳吗 对因为我想说 就整个一个层面的话 他刚刚这个张老师也特别提到 是川普 喜欢川普跟不喜欢川普在做 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做博弈嘛 那我认为整个 这个美国大选 我来持平来看 其实川普呢 他占尽了天使第一人和 包括他的经验 经验是不可取代的 我看如果是 刚刚也讲 如果其实他不是那种参战 然后贺锦丽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格出来 那所以呢 我看是这个十拿九稳 这是一部分 而且此外呢 你看包括这个 尤其是比较亲民主党的 这个CNN 包括我们想说 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还有这个福斯电视台 他们也是认为说 川普还是 现在也是胜过于这个贺锦丽 那我想呢 这个第二个标题要讲的是说 美选 就会不会重演国会山庄的暴动 就如果贺锦丽最后还是赢了 当然啦 他现在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如果说他就先跟你说 我已经提早宣布他当选了 如果万一落选 他就认为有理由是说被作票 他只要被作票 他认为说他就有暴动的理由 就像2020年一样 这个国会山庄 当初呢 其实有1月16号的人 就当初有几千万人 冲进去国会里面 然后呢 才能暴动 包括那时候我记得 是有一名援警 然后包括四名民众死亡 之后呢又是一个援警 因为受不了压力就自杀了 那但是实际上 现在官司还在禅宋之中 显得意见的 这个川普显得意见是 照反有理 如果他这一次呢 当选了这些之前的事情 可能就没事了 那因此我想 这个他是会进化的 我想川普会进化 就像动物一样嘛 动物会找到 他自己的出路 我想川普他也想好了 万一他落选的话 他如何还要去硬凹 那我想几个部分 当然就是这个 他可能会诉求 所谓的这个质疑 选举的结果嘛 就是寻求法律之外 他也会建构一个群众的 一个组织运动 动员群众 对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 非常进化了 他如何去操弄群众 你看在这个选举里面 他这个操弄的这个每一个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显得意见的场子 非常非常之热 这个远大过于 这个贺锦丽的热度 那当然他也会操控媒体 因为我想他富可敌国 你看他现在对整个媒体 你看大概一面倒 就是会支持他 哪怕是比较支持民主党 他也会支持他 所以他会用几个方向 第一个法律 第一个群众力量 第三个就是媒体 来凸显说他这个 这是选举不公 甚至呢 以后他虽然选上了 也用他用三套 这个所谓的利器的法宝 来维持他的执政的稳定 跟他的这个持续 不过这样听起来 你仔细想一想 真是有点荒谬 就是说川普他要选 他就觉得他一定选得赢 如果没选赢 还是他赢 就是对手偷了他的选举 是第二次被偷 如果真的选到 最后还是输的话 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现在川普呢 他似乎也开始 提前做了一些布局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说呢 川普团队已经在位 可能再度执政 预作准备 现在看到任何 与保守派智库 传统基金会 这个2025计划相关的人士 一律都被排除在 政权交接小组名单之外 而纽约时报则指出说 2020年夏季 所成立的另外一个 右翼智库 叫做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这个主要人员呢 最近都已经被任命 担任川普阵营 政权集结小组的职务 但是他们都非常低调 那么现在看到 包括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J.D. Vance 还有川普的儿子 小川普 以及Eric Trump 都在这个小组里面 那么这个研究所的执行长 叫做罗林斯 Rollings 他未来很有可能会出任 白宫幕僚长 这Rollings呢 之前他就曾经说过 说他们这个研究所 已经研理了将近 有300份的行政命令 就等到川普上任之后 立刻要签署 好 似乎这个川普是准备好 他这个执政班底 感觉是底气十足 但是大家比较不了解 是我们刚刚点到这个Rollings 这个罗林斯 他到底除了因为是右翼以外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想请施总先带我们了解一下 他之前在川普的前一任内 曾经当过那个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就是内政的这个委员会的 Octing Director的执行长 那基本上他从他的一个 从政的一个过程 还有他一个谈话 也可以看到说 他比较擅长的还是在 比如说健康照顾的问题 犯罪的问题 或者是联邦政府规模的 一个问题等等 他对于外交事务 这方面的发言比较少 的确他最近是川普 至少在美国媒体的眼中 他是川普身边最哄的人 甚至有媒体标题说 川普爱死他了 但是他的一个出现代表了什么呢 事实上代表的是川普的政策 门面的一个更换 对过去的确是2025 是作为共和党政策的一个门面 那现在从2025转移到 Rollings他执掌的这个project 但这代表了什么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 是选举的一个需要 因为2025他过去一阵子以来 在一些议题上面表态太极端了 包括刚才那个 就是张老师有讲的 比如说堕胎的一个议题 性别的议题 种族的问题 消解联邦政府规模 预算的一个议题上面 表现的一个太极端了 极端到民主党都可以直接拿来 作为批评或者是嘲笑川普的一个素材 所以Rollings的一个扶上一个台面 有他个人的一个因素 也有他执掌的这个AFPI 这样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就代表说 整个川普阵营 完全跟2025划清关系了吗 担任2025顾问的智库团体 就有一百多个 这一百多个里面 很多本来就是共和党 既定的一个幕僚 或者是川普前政府时代里面 川普的一个幕僚 事实上是没办法完全切割的 那川普跟共和党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怎样呢 我想要引用那个叶旺辉讲的话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 2016川普就是出乎意料的赢了选举之后 然后叶旺辉来到台湾 大家把他当作神一样看待 认为他是接近川普权力核心的一个人 虽然他很谦虚的而且积极的说 事实上他没有像台湾媒体描绘的那样子 可是那时候所有的政党领袖 重要的政治人物 叶旺辉来到台北 大家都抢着要跟他碰面 叶旺辉有曾经这样的一个讲话 他说川普的一个选举成功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还是在一个共和党的党机器 当川普声势起来的时候 共和党一定要靠到他 当川普声势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共和党的党机器 包括他们如何积极地吸引年轻人 来参与到这一场选举 所以你可以说川普跟共和党之间 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可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是不变的 我觉得这样的基本的结构 并没有因为Ruling是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川普的政策门面的一个更换 而影响这样的基本的关系 如果说川普要跟极右翼的传统基金会 做切割的话恐怕真的是言之过早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